《狼牙榜3》赵丽颖加盟 男主角飞狐哥,演员阵容成妹 哟,听说《狼牙榜3》要回归啦 这部剧简直就是开了挂啊,前两季火的不要不要的 全谋斗争,爱情故事,还有那些传奇人物,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现在剧本都说基本定稿了,粉丝们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这次新剧,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和感动呢? 再来说说演员阵容嘛,这绝对是大看点啊 狐哥作为前两季的男主,他的演技简直是扎心 但这次他会不会继续演呢?这还真是个大问号 网络上各种八卦满天飞,但结果如何,咱们还是等着官方来解密 这种悬疑,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啊 还有赵丽颖和钟翰良的传闻加盟,把这部戏的期待直直接拉到巅峰了 赵丽颖可是古装剧的铁粉啊,他的表演总是出人意料 如果他真的参演狼牙榜三,那简直是大看点啊 而钟翰良迷,实力演员一味,演技颜值样样在线 他的加盟,肯定为这部剧增色不少 除了演员阵容,这部戏的剧情,服装,场景等也备受瞩目 制作团队的在保持原资原味的前提下,还要加入新意和元素 让故事更扣人心弦 同时,服装和场景设计也得跟上潮流 还原一个真实又华丽的古代世界 老实说,《狼牙榜三》的拍摄不只是一部戏的制作过程 更像是对古代文化和历史的一次深情告白 通过这部戏,咱们不仅能更深入地理解古代社会的风俗人情 全谋斗争和人性探索 同时,这部戏还提供了反思当今社会 思考人生价值的好机会 至于导演和制作团队嘛,我对他们可是充满期待啦 他们能否在前两季的基础上 再度创造震撼视觉效果和扣人心弦的剧情呢? 这绝对是道大挑战啊 同时,我也希望他们能注重细节和质感 打造出一部真正的佳作 最后,咱想说,《狼牙榜三》就像一个未完待续的传奇 充满未知和悬念 咱不知道剧情如何发展 不知道演员们会如何演绎角色 更不知道这戏能否超越前作 成为一部经典之作 但正是这不确定性 才让咱们更期待它的到来 那么,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相信不久的将来 《狼牙榜三》一定会以它独特的魅力 再次夺走咱们的心 亲爱的观众们 最近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除了与凤行的精彩表现之外 还有传闻赵丽颖和钟翰良将一同加入演员阵容 这无疑让这部影片备受瞩目 赵丽颖一直是古装剧的狂热爱好者 她的出演总是让人充满期待 而她的加盟可能会为《狼牙榜三》增添新的亮点 大家都知道 赵丽颖在古装剧中的出色表现常常让人惊艳 她总是能够为角色赋予生动的个性和深刻的内涵 至于钟翰良 作为一名资深实力派演员 她不仅有着出色的演技 还拥有迷人的外表 她的加盟无疑将《狼牙榜三》注入新的活力和魅力 为影片增添更多精彩 虽然目前还没有官方的确认消息 但这些传闻已经足以让我们对电视剧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希望《狼牙榜三》能够如期播出 并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与凤行热播 赵丽颖演技大爆发 观众赞不绝口 古装剧与凤行终于如期与观众见面了 天呐 这简直是观众们心心念念 万众期待的剧作啊 拥有芒果台加持 与额厂联播 热度一路飙升 要说带动力量的话 那一定是85后小花照丽颖啦 昨晚 与凤行的首播收视率简直是惊艳了所有人 CSM全国网收视率高达0.97 份额更是飙升至4.82% 毫不犹豫稳坐全国省级卫视第一的宝座 CSM71成收视率更是飙升至2.3 份额高达9.19% 一举登上全国所有上星频道的王座 首播实时收视率更是高达0.610 竟然位列2024年湖南卫视黄金时段 实时收视率第一 首播刷新记录 立马一飞冲天 简直可以用事不可挡来形容 开播不到两个半小时 额厂战内热度就突破了28000 创下了急速冲刺的最快禁闭看俱乐部聚集记录 再刷新了额厂首播的历史热度 不仅如此 策划双平台15广海 刷新了双平台联播开播史观 而且德塔文电视剧指数首日 更是轻松突破了2的成绩 观众们的评论更是没得说 五星好评成群 只听到一片一致称赞之声 有不少观众甚至表示 看雨凤行简直停步下来 每一幕都那么精彩 看了让人欲罢不能啊 收视率稳稳的 网播火爆的 策划满满的 雨凤行真的太强大了 赵丽颖的粉丝们这下可要大饱眼福啦 这部剧的情节也是相当有意思 沈黎错现凡间而难以脱身 被行云所救 而在这里 沈黎发现行云竟然处于赤贫之中 连吃口肉都成了问题 还差点误会她要用脉身来维持生计 随着沈黎逐渐恢复人身 她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的 然而 行云却突然开始抱怨全身疼痛 处处不舒服 更离奇的是 因为吐槽她人身材而被烫伤 而沈黎也没闲着 本想救行云免于落水 结果却搞得对方头发乱翻天 实在是笑料百出啊 起初以为这部剧是偏向中年人古装偶像剧 没增想竟然是一部清洗剧 看点多多但又毫无破绽 观众们纷纷表示 看完雨凤行后乐趣无穷 简直是笑料百出 一直好评不断 这部剧真的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 让人期待未来更多精彩剧集的到来 你们觉得雨凤行这次的首播口碑如何啊 是不是也被这部清洗剧的乐趣所折服呢 一起期待后续剧集的表现吧 让我们一同见证这部剧的绝妙之处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想要分享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 赵丽颖的新剧雨凤行在近期的口碑和观众 反馈中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和赞扬 作为一部备受期待的古装剧 从剧情到演员表现 每个方面都展现出了出色的水准 赵丽颖在剧中的精湛表演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她将角色的性格和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 赢得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和喜爱 同时 我们也要感谢整个剧组的辛勤付出和专业精神 导演 编剧以及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们的共同努力 让这部剧取得了如此令人满意的成绩 因此 在这个时刻 让我们一起向赵丽颖和整个雨凤行 剧组织以最诚挚的祝贺和祝福 感谢你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作品 期待未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剧集 笑点王一博新剧爆笑连连 安踏广告引爆话题 拖曳镜头瞬间疯传 王一博这几天别上网了 这不是颇天的富贵 而是都来抢孩子了 赶紧藏起来 意想不到的是 王一博新剧追风者一开播 收视率开挂不说 直接倍增三倍 平台热度持续飙升 热点榜倍承包 各种话题一波接一波 王一博这是营麻的节奏 凭借稳定的发挥 演技的提升 自然生活化的呈现 王一博把魏弱来演活了 配合节奏的紧凑感 电影质感的制作 这部剧一开局就立住了 多少人惊叹 王一博的演技会如此突飞猛进 从偶像到演员 他只用了这么短短几年 还不是科班出身 这个表现让人刮目相看 甚至从他的表演中 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性 这波好口碑的出现 配得上他的付出 没有辜负大家对他的喜欢 难怪好多人说 他是娱乐圈顶流中的一股清流 行胜于言 转型成功不说 人家还如此深耕 作品又是品质保障 自然备受喜爱 夸赞的话 我们这次不再多言 而是在这部剧开播后 魏弱来这个角色太讨喜 被大家疯狂追捧 可爱 呆萌 软弱的小青年 寒门出身 被生活所迫的情酸 处处都招人心疼 可是在大家看到 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 都帅得一笔的时候 大家按捺不住的小心 撕就暴露本性 如果说王一博是大家的 说不定未若来 我们可以带回家 这起码可以养得起 看到脱衣服的镜头出来后 妈妈粉瞬间精神了 纷纷变成梦女粉 大赞导演好懂大家的心思 精瘦的身材 还摆得有点发光 这种镜头衣出来 哈拉子留衣的 这跟王一博可不一样 还是魏弱来大访 还是看剧过瘾 腹肌 后背 360度都给你看衣便 一句话 导演夹鸡腿给你 其实这个镜头的出现很接地气 生活气息浓厚 这就是早上打工人的正常操作 不过是我们喜欢王一博的身材而已 就是这个脱衣镜头 没增想在网络上疯狂被转载 冲上热搜不说 还都纷纷提醒王一博 多吃点 好像把魏弱来带回家 保准一个月就给养肥了 都被看完了 不值钱了 带回家 都说王一博是名副其实的招财小金珠 他的作品一出 自然不缺的就是招商 的确如此 广告更是赞助商蜂拥而至 其中 有人说剧中王一博的大商团都来了 那就是魏弱来被打后 脸上的伤痕都是安踏的logo 仔细一看还真是 这广告都打脸上了 安踏你果然无处不在 牵下王一博 直接开挂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虽然本人没多少流量 可是我会坚持自我风格 看到这么多人夸 莫名感受到自豪 夸不完 根本夸不完 嘴角上扬 嘚瑟的浪起 王一博带给我们太多好的情绪价值 开心又雀跃 题外话 虽然还有人会吐槽 说他有点稚嫩 可是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演得好就是好 甚至有人都开始祭蛋王一博 这电视剧一旦大爆 非声显而易见 成为九五后小声中的佼佼者 就开始吹捧王一博是未来的影帝 各位听听就好 无论是批评还是赞许 都是短暂的 我们看到王一博在进步 他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也不会局限于一个领域 总会尝试不同的 给我们带来很多新鲜的东西 王一博在新剧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演技 他的笑点频频击中观众的笑点 令人印象深刻 虽然有些人可能会抱怨他有些稚嫩 但观众的眼光却异常敏锐 他们认为好的表演就是好的 而王一博的表现正是如此 尽管有人会对他的进步持怀疑态度 但王一博的不断成长和进步已经成为事实 他的未来前景也是一片光明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 王一博不仅是一个颜值担当 更是一个充满潜力的演员 他将成为1995年出生的杰出代表之一 一系列的广告合作也进一步证明了 王一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他不仅在表演领域表现出色 在商业领域也有着巨大的潜力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他的成长轨迹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关心 因此 让我们共同期待王一博未来更加辉煌的表现 他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 更是中国娱乐产业的骄傲 他的努力和奋斗精神将激励更多的年轻人 追求自己的梦想 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